明星大家都会去关注的话题,不管是去拍节目,还是他的穿的吃的喝的,作为我们这些吃瓜的群众产子,不管穿的普通还是穿的是名牌大衣,都是我们关注的对象。 最近有一道综艺节目幸福三重造,科室记录明星的生活,各方面的细节,这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了解明星的一个窗口,明星的生活可不是白,特别是蒋晴晴看着他身上的穿着看似一般,注意看可不一般啊。 就在最近的一期节目上,蒋晴晴就一大早起来处处去走走,蒋缓缓着身孕,看起来十分的恩爱的一对夫妻,在走路的过程中,蒋晴晴的老公陈建兵还把路边的石头,比做适合田园跟东坡肉,看起来捡到宝贝一样,十分的高兴,想把捡回来。 蒋晴晴只能很无奈的看着他,这时候有就有网友发现的蒋晴晴,手上,一个不是很起眼的地方,有一个显眼的首饰,难可是一个手镯,虽然是看得不是很清楚,但还是有网友看出来了,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奢侈品地福尼的一款挺系列的手镯,这个手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,价格在三万左右,是像一个在城市打工的,农民工, 一年的收入,也就是三万左右,不得不说明星的一个手镯,就等于我们这些民工,在城市一年的收入,网友直呼,真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,一个手镯顶,我一年的工资,虽然蒋晴晴出物大方,但是在生活中,也是一个很勤快的人了。 这次参加的幸福,三重走近距离看到了明星的生活,陈建斌做饭是过不惧的坎,这蒋晴晴可是顶着大肚子,来完成做饭的啊,还跟陈建斌一起去卖菜,吃完饭还洗碗。 蒋晴晴说,她平时就是这样子做的呢?这样看来,蒋晴晴可是一位非常简单学会的妻子啊,蒋晴晴从小就爱学习文艺,在她十岁的时候,就开始学习了京剧,在她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拍电影,大学期间每一年都拍了一部,这也能看出蒋晴晴的有着非常大的实力。 蒋晴晴毕业后有一段时间,只在港台影视圈活跃,与港台男演员都有合作的有,吕奉贤,张智玲,赵恩等,这是在一段时间,演过了无数的经典电视剧,比如《射雕英雄传》《风云雄霸天下》等等,非常的活跃在影评前。 众所周知蒋晴晴和陈建斌是因为两人合作,乔家大愿相识的,然后相恋,但一开始的时候,他们两人之间总是吵来吵去的。 蒋晴晴非常的讨厌陈建斌,到最后他们两人走到了一起,连去骗人都感觉到惊讶。 厉害 再次 飞 再次